平川说论镜天天凉木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那本场对抗它好像又有一什么新的套路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R归岛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走ID 叫玩魔兽养猪 又是大Q神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到底是玩FQQ还是玩猪 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兽组ID叫傻姑来也 这个傻姑难道是神雕侠里中的那个傻姑吗 感觉也是一名高手 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组这一边的话 看这个开局好像是剑圣 剑圣开局买个药膏出去无限骚扰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FQQ FQ这一边的话又是双农民敲击坛 首发大法师 这张地图的话大法师 然后商店很早就造 那懂了呀 前期的话大法师又要买小动物去练击了 好我们看一下兽组这一边 那果然首发剑圣 但是他又造了战争魔法 所以说前面的话还会造点塔 后面的话可能会出点猎头 看一下这个兽组啊 剑圣的话一般观赏性还是不错啊 看看剑圣 在这张地图的上 如果你练击练得多 确实也是能搞一些不错的装备啊 好我们看一下大Q神大法师走出祭坛上来去练哪里啊 这走的有点远啊 哦 这大法师 哇双线练击厉害 411 两个411一起练 一边是小民兵 一边是大法师 就是为了这个效率 效率高 英雄等级提高的就快 好我们看一下装备怎么样 这个四季海龟是力量加三 这里的话 嗯也是力量加三 开局力量加六啊 大法师也还行是吧 血量很厚 然后呢 直剑到二 好我们看一下剑圣 剑圣没有去骚了啊 他是选择要高 然后疯狂的打宝 这里看一下打个什么装备 指环加三 对剑圣来说这个装备倒是一般般 好大法师现在继续练 有暴风雪练击啊 加成这个效率是真的高 这个暴风雪砸得舒服啊 四个怪全部砸到 这民兵的话有点多了啊 五个民兵 这边的话大法师 攻击之爪 来了来了啊 这个道具居然还没减啊 大法师你是真的吗 我们看一下剑圣 这里的话开个急风步 没有打到好装备 直接卖掉啊 直接码了一个贵族头环 这里的话继续练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的话 左眼间已经练了三个点了 小动物安排 又要开始去练这个七级黑胖子了 好我们看一下剑圣 这里运气怎么样啊 刚才运气一般 买了一个头环 这里的话 哇又是一个直环 这个剑圣有点郁闷了啊 连两个点都是直环 好我们看一下大法师 位置放好 这里放了一个小幻形 干脆面是吧 卡个位置 这边的话把野怪拉过来 又开始刷野了 玩魔兽世界的就懂啊 哇各种刷野而且也是大法师啊 刷野刷的很舒服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先把两个绿皮给解决一下 大法师和这个血法师有点不太一样 血法师是可以抽篮的 大法师并不行 所以呢 他一旁边要靠自己的篮要够 另外的话要到二级有辉煌光环 这样的话练得舒服一点 好这里三级了 三级之后有二级的暴风雪 健身继续打宝 健身这一局运气不是特别好 下面已经开始转猎头了 猎头配健身 这个打法也是有点奇特啊 一般是先知配猎头比较好一点 好这里你敢信吗 健身开局三个指环 卖了一个指环 现在还有两 三指环 这健身的运气是真的差 好 大法师这里打了个灵脚投金 不卖掉吗 不卖掉的话对方小心一看 大概就知道你练什么点了 这里练完之后 四个民兵敲过来要偷一个矿 目前的话这里 开始追杀猎头了 健身目前刚刚大二 这个健身输出不高 硬倒是很硬 大法师过来看一下 不在这个点 那就在这个点了 这边猎头赶紧跑 看见三级大法师 这二级暴风雪砸下来有点强 好猎头决定先试一试 刚一刚这个大法师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健身来了 大法师一看对方人多势重 要不先撤一撤 不行 还是先让人拖延一下对方一个时间 毕竟这个分框在开 关键时刻大法师还得慢慢雪 好 大法师过来继续和对方号一下 现在健身配这个猎头 确实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腻歪 是不是 反正不轮不累 因为你健身是一个进展 后面猎头是个远程 你这样操作起来会有点复杂 这边的话大法师继续挑逗健身 打一下跑一下 打一下跑一下 反正我有鞋 你追不到我 嘿嘿 接下来看一下 fkq的话 奥本已经升好了 快奥升快升好了 这里健身继续练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健身位置调整好 一刀两刀 大法师 好的 最后一个暴风雪 还是把这个四级怪给砸掉 这边的话又是一个力量加三 这一局的话 大法师是疯狂搞力量加三 健身是疯狂搞止环 反正双方运气都不咋地 好 看一下小Y走出鸡蛋 小Y走出来 大法师不敢骚扰了 小Y一个妖术 大法师随时要命归 命归西天 这边的话 小动物提前安排好 大法师单传过来 继续练 这一局fkq的节奏相当的完美 一方面是自己练级很紧凑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受阻并没有给他什么压力 现在继续练 这一波练完的话 大法师直接就到四级了 四级看一下七级海归 能不能搞个蓝牌 蓝牌一搞 大法师直接起飞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大法师 这个野怪不听话了 他走出去了 芝麻开门 有一些新手是说 为什么我的小动物 老是动来动去 小动物找好位置之后 键盘按一个H 选中他按一个H 他就不动了 不是按S 是按H 好 只换加字 硬一点 可以防止剑身 及刀把自己砍死 这里 受阻练级稍微的有点迷茫了 升三本 三本大猎头 后面的话出点 有想法呀 出乌衣 乌衣后面 是吧 放个陷阱 放个治疗棒 打到后期 乌衣还是蛮强的 受阻还在练 这里练七四四 大法师已经快四级半了 大法师 终于暴风雪 又发挥了空间了 暴风雪 砸下去 一波砸 这里的话 你出这个乌衣 后面没有驱散 小歪一个妖术 剑身上来 你大法师 有点调皮 终于终于 剑身把他给干掉了 剑身终于 把大法师给干掉了 非常开心 FKO的话 这一局好像想玩 哇 三兵营出女巫 三兵营出女巫 然后升三本 这一局的话 FKO觉得自己 优势巨大 本来想大法师去调戏一下对吧 没想到大法师把自己给送掉了 我现在优势还在 毕竟双矿在手 英雄等级也领先 接下来的话是 受阻直接三本 买迷你基地 太分矿了 后面巫衣 团战日很强 可以放一点什么陷阱 治疗棒 健身的话 直接把苦工拉过来了 这里直接练完之后 矿刚好也就好了 健身 这里搞一个什么装备 看一下大蓝 给小Y 小Y很开心 谢谢大哥 小Y的话都不想打架了 直接冲过来 快给我快给我 健身还没给他 健身说 我这里先暖一暖 这里继续练七四四 对健身来说 七四四 大雪大蓝大无敌 什么好东西 FK这一局的话 还是很谨慎 并没有去买出来 他还是慢慢复活 慢慢复活 家里开始出三兵营 出女巫 可以的 就是看到 兽族这里 没什么驱散 你没有驱散过 出点女巫 让你预先预死 健身 现在健身三级了 虽然装备不差地 三级之后 输出确实 还是提高了N个档次 小Y也到了三 双三的一个等级 秒大法师 还是比较的强 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FKQ FKQ现在的话 43人口的女巫 还在出 女巫 好 要生一个变洋了 这一局FKQ 要变洋了 变洋 你这边没有驱散 这里的话 即使他转萨满 也不太要驱散 因为萨满是单体驱散 你得出个什么 那个出个什么 白牛才行 白牛是群体驱散 这边无一没有驱散能力 只能够插插棒子 插插加血 插揭陷阱 好 大法师终于复活了 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火球 这边等一下 血法师 血法师 升个 升个抽篮 到时给大法师 补点魔法制 受阻现在 疯狂练节 大法师暂时 没有给自己什么干扰 练得很开心 看一下 这里能不能搞个 加十二公爪呀 健身 改变命运的时候 也是灵巧投金 好吧 也是一个属性装备 可以的 敏捷 智力 给小Y倒是不错 健身也还行 这里的话 受阻是50人口 FK狗的话 已经破了50 已经是56人口了 好 FK狗大军压境 这里 敲点民兵 扛肛位 扛肛血 大法师的话 看看四节 哇 女巫 这一队的女巫啊 冲过来 我们看一下 女巫打兽足 典型的 是吧 一柔克刚 好 大法师 站好位置 女巫 减速一下 这边对方插个 插个治疗棒 可以了 健身往前冲 这边的话 健身还有电球 哎 女巫 还被对方给进化了 FK狗还三发了一个Tinker 那这里 小农民 在前面卡个位置 后面的话 看一下 开始变羊了 一个羊 两个羊 三个羊 四个羊 五个羊 什么情况 兽足突然之间 变成自己的兵 全部变成羊了 这边 健身幻象一下 想往前冲 这里女巫卡住位置 这里兽足 90%的兵 全部变成了羊 而且这个变羊的时间 还非常的长 大法师 暴风雪砸 这个羊的话 死得也很快 这里兽足开始 转飞龙了 转飞龙 好像也能变羊 哎 天上飞的羊 羊还有翅膀 你见过吗 哎 你看 天上有羊 会飞 还有翅膀 这里满地都是羊 那兽足现在有点尴尬 完全就靠剑圣 还有小歪打输出 这里女巫捡个粗 往后拉扯一下 挺可小地精 疯狂输出 小农民在卡卡位置 这一波剑圣还可以啊 真身剑圣 血量还是比较足 哎 血法师身子是虚无 可以的 完美限制你这个剑圣 虚无一下 你剑圣就没有输出 然后把这地上的羊 全部清理一遍 虚无剑圣 剑圣的话 幻象解一下这个虚无 这里的话 再把地上残余的一些什么羊 还有一些巫医给处理一下 不得不说啊 这个剑圣输出还是打了有点多 这里巫医马上处理掉 这里赶紧挡个棒子 棒子小农民敲一敲 把棒子给敲掉 剑圣现在在游泳一样 被对方各种减速 幻象剑圣 扛了很多的一个伤害 这里女巫的蓝 用的也差不多了 往后撤一下 挺可终于是到了二级 这里剑圣有没有加速啊 加速身上有 暂时没有用 飞龙的话 直接被对方给虚无了 虚无之后女巫还能打他 哇 虚无被干掉一个飞龙 剑圣 上来一个跳坯 暴风雪一砸 小歪在哪里 小歪超过已经死了 小歪死了 这里就没能限制 这个大法师放暴风雪了 这里受阻 三发了一个小黑 小黑的话 也是沉默限制一下 大法师这个暴风雪 这所有部队全部被减速 哇 跑得好慢啊 大法师一看对方跑了 哎 那我就来处理一下你的分况 大法师再杀几个小狗狗 马上就到五级了 这一局的话 女巫变扬 亏你想得出来啊 是真的坏 好 受阻的话 这里 减速效果差不多了 那剑圣继续过来反打 这里利用塔来巩固一下 自己这个前线 现在血法师也到了 二级 可以抽蓝了 先伸过来 砍对方的南屋 海贝哥不知道 有没有把南屋 伸好这个新火啊 受阻继续补一些部队过来 科多 科多 然后这边治疗棒一插 哎 受阻好像又满血复活了 啊 科多马上变阳 科多也能变阳 哎 这里话 砍一砍你的小地精 把大法师暴风雪砸下去 哇 这杂的舒服啊 猎头的话 面对对方二级的暴风雪 完全扛不住 好 现在大法师升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我们看一下是升三级光环 还是三级暴风雪 剑圣又跳掉了一个小女巫 好 小黑来了一发沉默 这边开始抽蓝了 哎 抽一下你的小黑 好 女巫又开始变阳了 变变变变变 满地的阳 大法师有没有机会输出 好 大法师升的是三级的光环 二级的暴风雪 确实三级光环 因为女巫比较需要蓝 所以升三级辉煌光环 蓝回复会比较快 无论是隐胜 虚无 还是变阳 都非常的需要 又是满地的阳 不得不说 FK这道打法输出去 是有点口角 如果没有变阳的话 这波部队马上就会被兽子给截灭 幸好变阳 完美克制了对方的部队 可惜 女巫的变阳不能变英雄 这里你撤退的时候 我继续变阳 我捡个速 还变个阳 跑的是慢上加慢 这里的话 兽组被打得有点没有脾气 大法是五级 看一下 血法是二级半 挺可呀 是二级一大半 这边兽组 讲不过 先往后撤一下 等状态补一补再进攻 那FKQ的话 这里顺势 把兽组这个分框给拿下 FKQ这个分框是开的束缚 很早就开好了 是吧 你看默认一万块钱 这边已经踩了五千五百块钱了 好 接近身 交个TP 要回家了 回家腰高一贴 补一下 到时候多买几个加速 这边 还是出无一 并没有出散 好 暴风雪继续砸 目前大法师 三级辉煌光环 这女巫回来的速度 也是相当的快 说错 分框完美被拆 这一句话 FKQ完美用兵家思想 是吧 一柔克刚 一柔克刚 我女巫 娇弱的神器 把你这些猛的全部变成小绵羊 好 这边的话 已经开始打到对方家门口了 那兽足还能忍吗 要不要冲 商店还是有的 最好多买几个加速 上来 先把大法师给变了 只以为你会变吗 我也会变 大法师五级 变不了多久 这里的话 人足 男友 补给能力相当强 慢慢打 慢慢打 这里开始转车子了 你不是变羊吗 我机械单位 你变不了 大法师 暴风雪 一向 这里的话 马上变羊 打断 三级暴风雪 二级暴风雪 输出确实是有点高 幻象健身 这里的话 插了两个治疗棒 这一波兽足阵型站的 还是很不错 健身幻象在前面扛 后面有加血 再加上头屎车 输出可以了 FKQ 又开始变羊了 又变了 瞬间又变了三个羊 健身 还变个分 变身 幻象又卡个位置 这里的话 又驱散 把你的幻象给驱散掉 听客 想杀听客 这里要不要给听客 来个隐身啊 听客现在跑不了了 哎哎哎哎 哦呦 听客被健身一刀给剁掉 接下来健身 好像输出也是 哎呦 有点危险 差点被带走 这里的话 那么多小羊 开始打羊了 打羊了 打羊了 五只羊 跑跑快跑 这里大法师点一点 大法师并没有用技能啊 因为对方有个变羊 把自己给变掉 健身又开始疯狂输出了 这一句的健身啊 属性只确实有点高 毕竟搞了个人小头镜 哎 健身血量不太行 这里把你的小弯子 蓝给抽掉 往后撤一下 羊又被砸了一波 这边的话 头十车 如果能多出几个 就舒服了 头十车 打这变男 女后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里变羊的先不管 先把你这些 有输出的单位 给处理一下 健身一塞血 小歪的话 没有蓝 想治疗波也没用 健身又开始 剁这边女巫了 健身 哎 再加上这个车子砸 小黑升到了二级 这里现在人口 实在是差距太多 69打45 FKQ这一局 玩得很开心 直接变养 以柔克钢 哎呦 小歪 直接被暴风雪给砸死了 血法师升到了三级 受阻直接怒退游戏 我健身一个响当当的汉子 竟然被对方这样一柔克钢 好我们恭喜FKQ 那这一局的话 FKQ玩的也是骚 变羊 天上变羊 地上变羊 漫地土都是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